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11月11日星期一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著名蓝丝艺人陈伯祥较 较早前和黄晶高调令行组织 精装明星足球队 被指是从明星足球队分家 传出和曾志伟及谭泳伦等人不和 陈伯祥解释明星足球队是时候要换人 又说谭泳伦喜欢钱 曾志伟要经营TVB 而他自己就退休不等钱花 陈伯祥又宣称合狗必分分狗必合 第二单消息 TVB台庆节目战场上在11月4日首播 原本是有10集的 但是播了两集以后就引起争议 被大量的蓝丝质疑偏颇 批评节目单方面拍摄乌克兰的情况 没有提及俄罗斯方面 故此集体发起投诉 要求腰斩节目 首先欢迎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节两单的资料都是关乎到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混乱 矛盾、矛盾甚至乎是内斗 TVB台庆节目其实也是 因为那群蓝丝去投诉黎子山的节目 他们在一个叫做SafeHK 救救香港群组里发动 投诉的那些都是蓝丝来的 老实说 现在还有没有黄丝看TVB呢? 可能也有 很少 看都是当声音出来 不算认真看的 不会上心到去投诉 所以是蓝营的内乱 先看陈伯祥被传 和谭泳伦 即是潮脾论不和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伯祥接受H101访问时就解释了 他们练球 一星期只是练一天 我 一星期练四天 大家都不同 而我在香港就有四队球 这么厉害 陈伯祥在香港有四队球 如果熟悉香港足球的亿友 可以留言说是否真的 或者陈伯祥之后 都可以再向媒体解说一下 这么厉害他有四队球 他说 我以前是踢职业的 他们不是的 你不可以要求他们 他们三十八年以后跟我一样 他们三十八年以后跟我一样 个个都大了年纪了 你叫谭相踢九十分钟 那就不可能的 你看我的身形 和他就已经知道是两回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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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 这个陈伯祥也厲害了 喂 譚詠麟以前和他老友鬼鬼 是死党来的 同一伙的 现在就借点踢到他一栋都没那样 一来就说 他的身形很不一样 就是说 曹皮伦走了 那我不清楚了 到底他现在的身形是怎样 因为我没有看他的东西很久了 不知道他之前有说被人拍到他吃粉丝的 可能已经是胀了很多了 那第二呢 就是你看一下 阿叻 他以前是一向叫开阿伦的嘛 后来也叫谭永伦 现在就叫谭相 就是一步一步的疏远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从个称呼已经听到啦 好地地叫什么谭相 慢慢就是 啊 有点隔膜了 对于避传不和 阿叻就否认了 他说 没有不和 他们是踢一些容易一点的足球 我就喜欢踢一些有竞争性的 就是又踢着阿伦那班人了 记者问 他们是老鬼球呀 阿叻说 不要这么说 个个都是老鬼来的了 有人就会退化 有人就没有退化的 记者追问 那是不是你没有退化呢 阿叻说我没有退化过 精工有一球都是我进的 我是职业的 大哥 我不是玩的 他们是玩的 就是谭永伦退化了啦 按他的所说 哈哈哈 记者就说 就是大家的级数不同啦 阿叻说 不要这么说 又不是说级数不对 我只是找级数跟他们不同 我只是找那些年轻人而已 其实我是想踢认真一点 才做多一队而已 不认真就去打羽毛球 或者打乒乓球 那些都是很认真 可以打得很专业的 只不过那些没有埋伤 这样就是踢得这么严重的意思 因为你踢球就很容易弄傷人啦 或者有些人就专专插水等等 你不可以贬抑别人打羽毛球 或者打乒乓球的人 至于阿叻就虽然说 否认 和谭永伦是不和 但是他特意弄了一队 又说找一些年轻一点 但是之前有些网民质疑过啦 其实他找那些所谓的年轻 马国明那些都五张东西 那你有多年轻呢 你可不可以找我二十岁的年轻 找个五张东西的你说年轻 所以就没办法说服到人 跟着阿叻就自己爆了 他否认是离开香港明星足球队 他说我会踢的 但是我就踢了自己那一队 哪有时间踢其他呢 内地很多地方都邀请两队去作赛 所以不存在说差球踢的 只有推的 我和谭生说 合狗必分 分狗必合 一定有大家不同要求 他和志偉都仍是喜欢钱的 他仍在这巡回演唱 他说他在无线做总经理 但是我已经退休了 只有踢球 即是说自己不等钱花 退休了 但是谭永伦就很喜欢钱 志偉又很喜欢钱 他说这件事是真的 你说他两个人是否喜欢钱 谭永伦开演唱会开到现在又温娜 然后又拍杜丽莎又拍许冠杰 自己又开几十场 即是他在出事 在2019年 被他的粉丝退休之前 他仍然是年年开的 疫情之后 他未在香港开他个人演唱会 可能怕他的气势 你开不了十场 你谭永伦 都很没面子 所以他现在不敢在香港开 他的个人演唱会 有开温娜 没有开个人 还未面对到 大佬 因为他被人退休了 他也不知道可以开几多场 开两三场 即是养残 但他很贪钱 在2019年之前 他差不多年年都开演唱会 他很贪钱 有个儿子要养 曾志偉就不用说了 连美城月饼也帮忙推销 又说要搞直播大货 现在打了Q 但你说 叻是不是退休了 就不贪钱 我又不是这样看 他无端端带出了钱 这件事 就说他两个很贪钱 即是跟钱是有关 我又看看 香港明星足球队友宜赛 在南昌站 南昌是在江西 江西也不是很有钱 在南昌站是怎样的呢 售票情况 厉害了 告诉大家 这个售票价格 从128元 到1099元 是不等的 所以你看到 那个区间也很阔 但是越便宜的票 通常越坐越远 而且位置越少 你拉回来 1099元和128元 就是拉回来 500元 那个中间价 你想想一下 一场球 都会有万多两万人入场 其实大陆那些人 有很多是很无聊的 想看看明星 尤其是香港那些 因为港产片 是很有影响力的 在大陆 即是旧时那些 所以呢 他们去到哪里 都是很受欢迎的 很多人买票 大家就可以计算一下 当500元一张票 一场球两万人入场 500元乘回两万 即是1000万人民币 1100万港元 当你扣多少出场费 给另外一队 那些都是无所谓的 哪一队都是 因为那些全部都不出名 即是跟明星足球队对赛那些 说明星足球队对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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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就是 那些人入场 都因为 你有这帮香港明星 譚詠麟 曾志伟 王日华这些人入场 他们就买票 所以他们一定拆大份 至于他们说具体怎样分 你扣起主办单位的 费用 租场费 其实 利润是很丰厚的 当然他们说自己不知 去做慈善 我不知他怎样做慈善 到最后 现在走回大陆踢球的 这帮明星 我想不是白做的 周居努顿 会不会有些居马费 或者有些什么 花费 在收益那里出 总之那条数 就很大 踢一场 一千万 踢十场 八场 就一亿 如果说他们可以分到八成 就八千万 所以其实就是 大茶饭 故此 阿叻就爆料 譚詠麟和曾志伟很恨钱 是不是他们的不和和钱 有关 你现在 陈伯祥又另外做一队出来 一样有市场 无所谓 因为 全足这么大 你 原本那队明星足球队也踢不完 阿叻另外做一队 他就另外自己又可以 有收入 当然 个个都说打着名号是为这个慈善 到最后 你慈善的部分 做了多少 那你自己的那群明星有没有份待 那就不知道 他们最好出来交代 没有记者问 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那条数是怎样的 真是全部做慈善 这么威水 我都服你的 你交出这个数 很容易计算 因为是 门票收益 你说一场没有一千万 你解释 是不是 几球也怎么也有 几百万 所以 我认为 恩财失忆的机会是很大的 你陈伯祥如果自己动之旗出来的时候 自己做大哥 就拿着旗 拿着 fit 拿着数 你如果是 在原本那队的时候 就变成了 譚詠麟或曾志偉 拿着数的机会是大的 因为他们两个那么喜欢钱 变成了 分得多少给陈伯祥呢 那就不知道 记者就问 你三个人有没有说 不妥 阿聂就说 完全都没有 有什么说不妥 只不过就是不一起踢球 记者就问 你成立这个精装明星足球队之前 有没有跟他们谈过 阿聂就说不用谈 但是就有跟他们说 他们都没有意见 其实都很正常的 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不同 记者就问 那两队会不会继续一场友谊赛 阿聂就说 怎可能 他们的年纪那么大 我们那队最年轻的就是25岁 就算马国明和林文龙都比他们年轻 是马国明和罗家英比较 梁汉文和林文龙的年纪就跟志偉阿伦比较 所以他句句都是串到尽 为什么要从各方面都要贬益 原本那队呢 大家如果还算是老友的时候 都不会说 去到那么尽 很明显都不给面子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 不要让他们吃光的市场 你自己就弄回一队 我认为是有机会 不是你为什么会自己动枝旗出来 一定就是 钱、银那边 分不云 或者怎么样 被人会是这样的联想 如果你说 网民那些猜错的 不要紧要 你出来解释 或者公开数字 他也不会踩网民 他闷声发大财 老实说 谭泳伦那些人也不会很高调的反击 什么反击 他一直都赚开钱 一路踢开球 的时候 踩你很笨 是不是你弄多队出来竞争 其实也没什么竞争 正如阿聂所说 你去江西踢的时候 他就去广西踢 整个市场这么大 反正 香港明星也有 一群盲毛 入场 你说如果在香港踢 一定搞不起 香港的市民 五百元买了球票 去看 谭泳伦和曾志伟踢球 踩你很笨 所以这件事我认为 到最后都是跟钱相关的机会很大 接下来我们看看TVB和蓝丝 现在内乱的情况是怎样 今个月是TVB的台庆月 黎芷珊主持的综艺节目《战场上》 在4号首播 今次他是首次走入战场拍摄节目 在节目当中 黎芷珊走入了 当今世上 战火最激烈的两大战场 乌克兰 和以色列 走遍了一个又一个 昔日遭受到 战火洗礼的大城小镇 并且揭开 当地人民在战场上的生活 噱头是十足的 老实说 你说做这些节目 不要说是否TVB 如果有一个人在YouTube上拍摄 那我都会看 你看看当地的情况 战争的 残酷 灾民的 惨犯 也好 那个主持有什么偏颇 最起码是他在当地拍摄的实景 怎样都能看到战亂的情况 黎芷珊就特意飞到当地 以第一身深入报道 俄乌战事 当他听到 和战争有关的故事 和木岛的平民 被炸严重炸毁的家园的时候 表现得相当的激动 黎芷珊就在宣传片中说 为什么要杀禄 一年前 在加沙边境 有过千以色列人被杀 被绑架 一年来 加沙地带就被狂军烂炸 最少四万人丧生 然后他就说 俄乌战争 伤亡惨重 从来未试过一次的拍摄旅程 是要面对那么多死亡和摧毁 慶幸的是 摧毁不了的 是人的意志和希望 播出了两集 引起外界的争议 其实不是外界争议 是南界的争议 蓝丝 蓝营 吵丸巴辣 Facebook有一个深蓝群组 叫做 SafeHK救救香港 有些蓝丝发贴文 要投诉 这个节目战场上的内容 立场偏颇 撑乌克兰 都没有访问到俄罗斯 又散播乌克兰 成为了战争的受害者 他们说强烈的不满 又拉大队 去黎子山的Facebook洗版式的围插 强烈要求 TVB要腰斩节目 又说要去通讯局投诉 这个节目 由于网民的反应热烈 TVB为了平息风波 原本一共播10集 原价 战场上 面临着腰斩 现在看 TVSuper已经搜寻不了 节目 YouTube上有关于 战场上节目的影片 也已经下架 即是说 这个节目已经是收皮了 虽然 TVB官方没有公布 外界就是这样猜测 现在就由一个什么节目去顶上呢 就是由黄祖南的 一条麻辣在汕头顶上了原本的时段 我一听这些节目名就已经作呕了 反感 看也不会看 大湾区 广东 汕头不是大湾区 广东 也不喜欢看 很反感 常常鼓吹那些人上去消费有什么 就是要打救那个经济 做现金奶牛 去输血 不认也不行 是不是 常常骗自己 有些人还留言 说 因为服务态度是好 我没有说不好 那些人跪在那里 见你去洗钱 当你大爷 为什么 因为他严重内卷 因为他经济 是非常严重的下行 你就贪他便宜 服务态度好的曼谷也有很多 东京也有很多 为什么你不去 因为说到最后是贵的 沙契常常说 服务态度好 这个世界很大 服务态度好的地方也有很多 你就是贪他够就手够便宜 不要再骗自己 不要再说他服务态度好 我没有否认他服务态度不好 他是好 好都没得顶 但是你去不是因为他好 是因为他 便宜 他不便宜你去不去 当时他服务态度一样好的时候 你不会去的 又是在骗自己 常说服务态度好 曼谷那些也很好 东京那些也很好 你没有去过 真是 好了说回这个战场上 实际你说 我没有看过 但是 你看到那些蓝丝 提出来的质疑 就很没道理 他们一边就说 这个节目只是说了乌克兰那边 就不说俄罗斯那边 所以就为了偏颇 实际什么为了偏颇呢 就是 他如果去到这个战场上 他看到那些被摧毁了的大城小镇 他仍然说 这个战争是不残酷的 是乌克兰自己拿来衰的 什么什么 如果他说得出这些说话 你说他偏颇 我也是 同意的 但是黎子山现在也不是这么说 我看见他的宣传片 他也是来双春悲秋 替灾民惨 而且他不只是去乌克兰 他也去加沙访问灾民 加沙就已经是 很多蓝丝都同情了 加沙很惨 被以色列打到 七个一皮 未播出街 所以TVB就愚蠢了 你先播加沙再播乌克兰 起码播到七集 因为五集加沙 五集乌克兰 你现在先播乌克兰就撒凶了 播得两集 死不死 浪费钱 制作费都亏了 应该先播加沙 让那些蓝丝举一条气 一播加沙肯定就说 加沙好斩啊 被以色列抓到几万人 香了 那些人就没有声出 你先播乌克兰就反过来质疑 你为什么不问俄罗斯 问什么俄罗斯 俄罗斯根本上就是先撩者战 他先打人 对不对 你还访问他什么呢 战争一向都是双方人员死亡 等于以色列一样 以色列军队也有人死 但黎子山这个战场上的节目 他也是访问加沙的难民 灾民 居民 他不会访问以色列那边的军人 你说他偏颇 所以你TVB就自己撕狗 不懂得安排 没有脑 明知道你现在 服侍那些都是蓝丝 就不讲道理 以后你全部做样板节目 不得了 不用懒有心度去那些战争的地带採访 那些人都不承认你这一套 所以就播放那些垃圾给他们看就对了 这个黎子山的节目就是无妄之灾 这个乌克兰 他只是播放早了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一定要说俄罗斯那边有多惨才为之不偏颇 打人那个就算被人打回箭头 你被人打死也无怨 是不是 那你有什么可能还去访问俄罗斯那边 那边有什么好说 乌克兰一定是更惨的 不用问阿贵 我最不喜欢的人 一自己看不喜欢的人就说偏颇 一自己不喜欢的人就说你不中立 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这样 我这个节目绝对不是中立的 我是中肯的 不是中立 大家要赞赏我这个节目 也不要用中立这两个字 我觉得是很羞恥的 中什么立 我这个节目开宗名义就是有立场的 不但只是反映事实 而且我做评论的时候也是有立场的 为什么我做节目 要先说发生什么事 然后再做评论呢 因为我恐慌大家都不再看主流媒体的时候 所以我一定要先说一些事实出来 然后就在节目的中段后段讲我的评论 这个时候我的立场就是什么呢 是一定有立场的 但你不要说我偏颇 我的立场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就与邪恶对立 站在和平的一方与战争对立 站在民主自由的一方与独裁对立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与错误对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立场 不要说我没有立场 我是有立场 也不是中立 我不舍做中立 左右角打两十五十大板 和熙黎 中什么立 我们是有立场的 你如果能接受到我们这个立场的话 那就是同路人 你如果认为 站在民主自由 站在和平 站在理性 站在正确的一方 是不对路的 那你就不要听 是不是 我告诉你不是中立的 中什么立 但是这个也不是偏颇 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人类的共同价值 当然大家很多看不同的事干 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坚决相信就是和而不同 但是大家起码都要遵守这些原则 就是你不能够拥护独裁的 你老母,你不能够拥护邪恶的 那不好意思,那你转台 那没所谓的 一个平台里面有多扮演的节目 那你就选择一个属于你选择的 不知道我这个选择不选择 但是我这个节目在这里做了五年 暂时都叫做有30万个亿有订阅 希望都叫做在一个浩瀚的互联网上 有点点的蜡烛之地 但是我们坚决 都是要反映事实的真相 因为主流媒体很多时候都已经不再讲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东西 它是有筛选的 有过滤的 我们就没有的 但是你说我做评论有没有立场 评论的部分一定是有立场 好了,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